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许多机构团体物资出现了短缺或者不足 救货团就用市真善美联谊会 及中阵区团委会 特别募集了白米、面条等民生物资 紧急送到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我想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在机构 整个的一个防疫工程里面 注入了很大的一些强心器 让我们在物资的准备上可以更充分 让我们在照顾我们的这些住民 还有我们这些儿童们 都能够在有很完整的装备下 每个人都能够很安全地度过这个疫情 很严峻的时候 我想我也是代表我们伊甸基金会 真的是在这里再一次特别的表达 真的是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真善美协会 还有我们的救国团 真的是给了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谢谢 我们的公益活动 防疫新年薪 宋爱到伊甸 这个部分也结合了各方的散心人士 做了短短七天之内 募集了两千斤的白米 那也希望这些散举能够发挥到各界 大家能够来共享盛举 短短七天内 救贵团在各界商家 民间人士赞助下 募集到两千多斤的白米面条 食用油 紧急送到生意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解决了中心燃眉之急 这次伊甸需要白米的物资 当我们基隆市中正区团委会收到讯息的时候 已经只剩下库存 库存只剩下五天的量 那本会由我本人积极地向外界联系之后 得到了各界的帮忙 包含了基隆市曾善美联谊会的李美朱李会长的支持 台北市中正区团委会的张又成张会长的支持 情况下我们短短的七天内 募了两千斤白米 那也顺利抵达了伊甸基金会 那在此由衷也感谢一下 联恩典联议员的协助 还有韩世玉韩议员的协助 还有各界善心人士的热情 帮忙 响应了这次的活动 秉持着热心公益 救货团走过70年 正当台湾遇上全国防疫之际 救货团不缺席 希望和弱势家庭和社福团体站在一起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优优独播剧团